今天给大家唠唠李白啊 这个武将牛逼了 就我上次讲孙悟空的时候 就说三国沙现在为了热毒 就完全就放飞自己了 呃就刻意的整一些莫名其妙的武将 管你是不是三国的 管你是虚拟的还是真实的还是抽象的 反正我三国沙现在都可以出 那照这个势头 麦克阿瑟是真可以出了呀 我觉得也不远了 活动武将嘛 想怎么出就怎么出 就三国沙现在已经把人们猎奇 图新线的这个心态给打捏死 不过也好 就三国沙靠这样的一些操作出圈 其实对我们这些三国沙UP主来说 还真不是坏事 我以为三国沙到18年 其实最多到20年就差不多了 结果呢 这两年因为大宝 神干宁 白马这些武将 热度还回春了 行吧 咱今天看李白啊 李白是一个三学武将 第一个技能九尖 其实中华民族传统的九文化 特别是李白诗剧中体现的九文化 是非常豪放潇洒大气的 但是中国现在的九州文化 咱也不避讳啥的 啥也不是 纯纯牛马 九尖这个技能呢 第一个效果是喝酒无次数限制 那这个效果呢 咱之前是见识过的 Online的戒总拙嘛 也是能直接无限喝酒 但是这个效果 想要发挥出来 还是要看你有没有喝酒的能力 显然李白是有的 多目标锦囊 全部都是可以当酒的 万剑南蛮 五谷 桃园 铁锁 也都可以当酒 实际叠加 但有个问题啊 就是李白并不会强重 就新杀斗地主啊 农民开局六张牌 你九杀想杀中 没有那么简单 但是咱不着急 这只是第一个技能 重头戏还没有来 咱看第二个技能 失先 你使用一张牌 时若此牌 与你使用的上一张牌 押韵 你可以为张牌 并令此牌 额外结算一次 押韵啊 押韵 就现在玩三国杀 你不仅要会算数 数学好 你还要懂押韵啊 语文也要好 三大主科就差个英语了 呃 这个押韵呢 也不算难 小约文化水平 也都知道怎么押韵 他跟首杀 陪秀 算那个什么约数 倍数 比起来已经好很多了 对玩家本身文化素质要求 不算特别高 就怕你之后发动技能 还要搞个什么 文言文断句 玩个什么飞花令 押韵还真可能只是 开胃小菜 三国杀这款神奇的游戏 什么形式不能兼容啊 只要你有显向力 什么都可以出现在三国杀上面 这个押韵怎么押呢 很简单 孕母相同就可以押 就比如说压阿的运有杀 万简七发 藤点 压凹的运就有桃 古云刀 过拆条 张巴尘毛 青龙眼刀 之类的 很好理解 出这些相同运母的牌 就可以连着摸 也能额外结算一次 就比如说你先杀一刀 然后第二刀再杀的话 压运 第二张杀就能结算两次 当然如果你本来是喝酒的状态 你先万简七发 然后接喝酒状态的杀 那这张杀第二次触发 他就不带喝酒状态了 他还是普通杀 这个武将呢 试玩一两次也都能明白 最强的状态还是 999999 然后拿个脸弩 啥啥啥啥啥 都不用考虑怎么压 也不要为了压而压 随便压运会产生problem 然后实战 卡牌认为呢 也有相应的压运提示 设计还是蛮贴心的 咱有一说一 OK这是李白 我很期待三国杀的麦克阿瑟 不要让我失望 武侯利民鼠 壮志 吞咸精 雨水三顾河 风云四海生